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荔枝 前几天我的学生吃荔枝 还跟我炫耀 你看这个荔枝有多大颗 那一边吃 还滋滋的叫的 荔枝他的五行属火 各位要了解荔枝的五行属火 所以他对于八字要火的人 其实非常不错的一种取运法 那假如你八字记火的 请你记得荔枝不要吃太多 有的会吃到会流鼻血 那就是因为荔枝过火 他会让你上火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